各位好 我是李碧秀 欢迎您收看大爱夜间新闻 今日聚焦首先关心的是 几则新闻重点 六清台话芳香厅三场气暴第四天 中午六清说明 证实是管县老旧破裂气体外泻 但县政府不满六清明显延误通报时间 成立事故督导小组 也请中央协助成立灾害应变中心 要维护民众的安全 高工局统计 每年国道散落物多达四万多件 严重的还会造成后续车祸 因此交通部严拟 未来散落物的清理时间 从货报三十分钟之后 每半个小时将向车主收费三千元 横跨两个车道就会加倍 而且收费不会有上限 C肝口服新药在2017年 纳入健保给付 治愈率高达99% 但是目前国内还有三十万名 吸肝患者需要治疗 另外由于没有明显症状 患者多半不晓得自己罹患肝病 肝病防治基金会和超商业者合作 推动偏箱筛减 希望在2025年根除吸肝 连续假期 许多人吃吃喝喝的结果 体重上升 医师建议不一定三餐都要进食 可以尝试少吃一餐来减轻身体负担 现代人生活忙碌习惯用吃来犒赏自己 一天三餐不够还有下午茶宵夜等 其实早期人类本来就只吃两餐 工业革命以后 那个整个一个工厂的一个作业 它中间有一个休息时间 所以那个时候再加上中餐 所以那个到现在也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打破习惯不照三餐吃可以更健康 我们可以中餐减少一点 那么晚餐提前一点这个都可以 我们会建议把一天的热量减少 像主食方面的话 我们会建议吃比较富有 像比较low GI质的一个食物 然后增加我们的纤维脂的量 增加我们的饱足感 像这位王女士多年来只吃早午两餐 气色体力都很好 看不出来已经78岁 觉得我的代谢方面就比较顺利一点 还有就精神上也觉得比较很轻松 感觉我的一天的这样行 我觉得很开心 少吃一餐少摄取三分之一热量 坐席正常配合适当运动 维持好体态也降低慢性病威胁 大爱新闻黄正明欧阳光辉台中报道 罕见疾病旁背式症是一种遗传疾病 因为发病症状使肌肉无力 头痛还有睡眠障碍等等 容易和其他病症混淆 根据统计有33%的患者曾经被误诊 从发病到确诊平均得耗费6到8年的时间 希望可以让大众更了解旁背式症 有来自香港的病友前来交流 感觉走路就很慢很奇怪 然后同学就很喜欢闹你 很喜欢闹你 然后就会觉得是说好像 全班就觉得没有人帮你说话 但神也没想到以为走路慢是缺乏运动 却在他13岁时被诊断出罹患罕见疾病旁背式症 这是一种隐性遗传疾病 因为体内缺乏溶解肝糖的酸性麦芽糖酵素 进而影响肌肉功能 索性在他20岁时出现治疗药物 让他能和疾病共处 脚可以比较轻松地走 可是没有完全到好的那种地步 自己的心理建设很重要 自己心理建设如果没做好的话 你可能面对未来你会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 透过药物治疗让病症能够延缓 张先生走入人群 常参加病友协会的活动 而4月15号是世界旁背式症日 来自香港的病友也特别来台交流 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在香港比较难看到的东西 然后我们也看到大家是怎么去照料 那个很病的病友 特别是旁背式症的病友 我觉得这个经验是看在眼里 然后我传在心里 然后我带回去香港 台湾在2008年即推动旁背式症婴儿筛检 根据发病年龄 旁背式症分为两种 在台湾婴儿型摄行率大约为五万分之一 稳发型则是两万分之一 因为发病症状不明显 有超过三成的患者曾经被误诊 统计指出患者从发病到确诊 需要耗费六到八年时间 在这之前的是几乎都没有做过 那所以他们这个刚好是这段时间 是他们在成长发育的时间 比如说有觉得好像是肌肉骨骼问题 呼吸问题 那甚至觉得什么腿酸腿痛那种的 肌肉神经骨骼的问题 我们都希望去正视它去找出原因 由于晚发行的旁背式症 从儿童到成人都可能发病 提醒民众一旦出现肌肉无力 走路爬楼梯有困难 睡眠障碍等赶紧就医 早期发现才能早期治疗 戴玄线长江明英台北报道 今年世界各国麻疹疫情频传 其中菲律宾的疫情最为严重 一直到三月底死亡有300多例 2万多人感染 那么在泰国也累计了将近1900例 听起来很严重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爆发流行病的 疫情名单 目前麻疹并没有被列入 所有的资料是根据各国卫生单位的 统计数据 那么南韩的疫情暴增 这一则新闻我们也来看看 他们如何防疫 麻疹疫情延烧 南韩公卫单位宣布 今年当地麻疹病例破百 南韩疾病控制预防中心表示 大多数病例是来自于外国游客 以及反国的南韩民众 政府呼吁 要去麻疹高风险地区的民众 务必要施打至少一次疫苗 其他民众包括小婴儿也都要接种 南韩疾病中心认为 大多数国民都有接种疫苗 加上境外来的病例占多数 因此在南韩 麻疹还不能被视为流行病 麻疹是高传染疾病 可透过空气或接触传染 因此一定要勤洗手 咳嗽时遮口鼻 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他人 大安新闻旅方编译 而美国纽约市的麻疹疫情 从去年10月到现在 相近三百个病例 为了尽速控制疫情 纽约宣布进入公卫紧急状态 而且是第一次强制居民接种疫苗 纽约麻疹疫情 从去年10月爆发以来蔓延迅速 是3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纽约市长采取断燃措施 宣布进入公卫紧急状态 是纽约市首次已强制 接种疫苗手段对抗疫情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地方 是在布鲁克林正统犹太教居民 为多数的威廉斯堡区 要求其中四个邮递区号的居民 必须接种疫苗 否则将面临高达1000美元的罚款 由于正统犹太社区对疫苗存疑 加上谣言流传疫苗会引发自闭症 社区的疫苗接种率很低 你以耶稣的法律 要用每个防止的方法 让你自己保护你的帮助 防止的方法 这不是原因 进入我的孩子的身体 纽约市在周一已经宣布 所有威廉斯堡正统犹太小学 禁止为接种疫苗的学生上课 否则将罚款与面临关闭学校 希望能尽速控制住疫情 大爱新闻旅方编译 接着镜头来到莫森比克 看看八岁的女孩辛雅 她有多爱读书 在一带气旋侵袭的时候 她和她的家人到贝拉市中心避难 仓皇逃命当中 辛雅却记得带上她的课本 等到大水退去 太阳露脸 她立刻把湿答答的书本 拿出来晒 傅迪诺看灾时 发现小女孩辛雅 独自坐在大太阳下 这一幕深深触动迪诺的心 因为这女孩的年纪 跟她女儿一样大 当我看了 Zinnia 我看了我女儿 我不是很平常的 很感情人 但我认为 我认为二十多年 我哀哀 我哀哀因为Zinnia 因为我们平常 是在冰冷水 在冰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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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Zinnia 只希望她的读书 是凉的 只要是凉的 看 唐南时谁会记得戴上书本 爸爸说他知道新雅慧 那是他仅有的东西 我认为他有很多勇敢去学校 我认为他有很多书 我认为他买书 我到这里在公园 然后再买书 我又不懂 所以我保留 我保留 房子被大水冲毁 一家六口在收容中心停留一周 两个星期前才租到市区贫民窟 一个小房间 铺草席直接睡地板 迪诺不忍心 马上送来三张扶会床 还贴心教导铺上毛毯 成人给全程弯腰 无法站直 住家没水没电 你能感受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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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不求书室 只求全家在一起 辛雅不求玩具 只求书本能晒干 迪诺加码送给她新书包和制服 希望她能如愿尽快回到学校上课 明天我们开始去学校 大爱新闻的亚平洋俊廷 莫三比克 采邦报导 南非慈记国际志工团队 首度踏上圣比亚 通过走访社区 希望带动善的力量 让爱杂根 大树下是教堂 是道场 而社区学校这堂课分享爱 本身是基督徒的南非慈离志工 一声说法 老先生重病卧床 屋内苍蝇飞 经验丰富如他们立刻动手做 下一秒社区居民也挽起衣袖 帮忙人理 亮衣物 原来大家都有爱护社区的本能 除了分装好的爱心米 玉米粉 此地志工轰着双手走入社区 深入最贫困的岸角 找出需要帮助的人 安的是一颗心 当你祝福 你可以祝福祝福祝福 每一颗心理 然后你扶着这个 然后你祝福 然后你祝福 当你结束 你放在你的肩膀 1 2 3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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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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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女孩手中 拿的是大人良鞋 不能想像 在上比亚的村庄 生活的贫困县 在非洲 经营道路工程的 马来西亚实业家 放下实业 投入关怀 见证历史 到社区去也见了这个政府的观念 那一般上他们对所谓的MGO或者是慈善团体的定位很不一样 那这一趟实际我们告诉他们实际的这个理念慈善的理念的时候 就是我们除了来给一些物质的东西 还有就是主要就是把实际的论文还有一些佛法 还让大家的心一起敞开一起来做慈善的那种感觉 让他们感觉到说实际其实跟一般的这个慈善团体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不一样 有心加入 居民跟着行动 此际在上比亚的第一步 就此生硬足迹 戴雄之下美志工周宪斌 上比亚报导 中医在国际间逐渐受到重视 近年来已经有好几个美欧国家的中医系学生 到台北茨基医院学习中医 而近期六位学生是来自澳洲的墨尔本 他们除了学习中医的基础知识之外 课程更结合西医的概念和慈悸医疗人文 我们现在是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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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澳洲西方医院和中国医疗医疗人文 都完全不同 所以你没有看到很多组织 所以这里的科学们的识程度 非常好 诊监是第一线接触病患直接学习 临床经验的最佳场所 主治医师把完卖后 再让澳洲学生见习 牵起这份跨国学习中医的因缘 要从八年前开始说起 学会的师兄Alex 然后他在那边当中医师 然后他来这边学 之后他把他带回他们学校 他们学校希望我们成为台北池院 成为他们海外的训练中医的场所 除了专业的医疗教育之外 更不忘将慈悸特有的医疗人文 与外国学生分享 希望让更多的人一起加入 包括去参访我们的金士堂 甚至我们会安排一趟 希望他们能够回到 我们的心理的故乡 就是回到我们花脸的精神那边 希望就是说培养他们 变成我们的海外的人医会的种子 然后跟着做上人的这个地址 台北慈悸医院中医部 未来也计划 和世界各地不同区域的学校 签订备忘录 让更多外国学生 有学习中医的机会 大爱新闻黄县国家序 台北新店报道 今天慈悸人文职业中心 为国际赈灾慕心慕爱 现场有一位82岁的慈悸职工 郑梅合 他捐了五壶的绘画作品 他并不是著名的画家 却立刻被认购 因为每一幅画作的背后 都是郑梅合努力克服障碍所完成 有声音 没画面 依然坚持收看大一台 电视真的坏了 却不是为了省钱 我是没有办法看荧幕的 没有荧幕对我是没有影响 正好电视坏掉 遥控器固定位置 看不见的背后 40年前诊断罹患 罕见疾病 视网膜色素变性 视力逐年减弱 现在我看出去就是一片白 你们大概有看到树吗 什么之类的 我都看不到 我只看到一片白光 我一定要这样开 这样开 那我就记得 我这个是放的绿色 蓝色 黑色 九宫阁分装不同颜色蜡笔 老旧纸壳 七八年舍不得换 失去视力后方便记忆 我这个画我现在看起来 什么都看不见 只有这个边边白白的里面 全部都是黑的 重度落势 十多年下来 却陆续完成了几百幅画作 信心 勇气 毅力 三者俱备 天下没有做不同的事 这句话是我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一定会想到 珍惜我现在所拥有的 还有一点点失力还可以用 我就尽量的去把握 60年前好回忆 这都你自己写了吗 对对 这个是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们那个音乐老师教我们鼓笛队 凭着记忆或他人口述 每一幅动笔到完成得花上 两个钟头摸索 生命故事有了爱的回响 鼓笔 鼓梁 鼓梁首呼 感恩王宁的红总圈认了这一幅 好笑喔 第一次应迈响应热烈 要是你的甜粉真的太配合了 好啊好啊 感谢 现在可以看到颜色吗 颜色看到 真的都看不到 现在都看不到 援助国际灾难 五福作品 获得满满回馈 爱的接棒勾勒出人间最美的画 大家新闻消息解讯好 台北部老 新北市泰山区私立乔安幼儿园 规划环保教学主题 园长和老师带着小朋友 参访黎明环保教育站 此季志工则以父母心设计活动内容 把各式回收资源清洗消毒晒太阳 而且加工确保教具的安全 让全幼儿园80位小朋友 快乐学习 培养环保观念 谁在这 我 环保小小兵一点都不怕声 跳舞 看话剧 都是回馈热烈的观众 她说这个叫做 美美的美美小的派籍 不可以 可以飙到我们美丽的海洋 不可以飙到我们美丽的海洋 不然我们这些鱼儿 就要一天大乱吃 因为它不会任吃 泰山区乔安幼儿园 所有师生分三天参访 慈激黎明环保站 我一直以来 我对慈激的认识的话 就是它做蒙榜教育 这里它做得非常非常地好 甚至要深入到社区里面 所以我们有上网 找一些资料 才找到这个场地 摸摸看 摸摸看在分类 回收物就是教具 慈激职工父母心 因为就怕小朋友刮伤 因为这边比较锋利 好像这种锋利的地方 我们都怕小朋友受伤 所以都要仔细检查过 不但清洗晒过消毒过 我们还要检查过 赤子之心学习力强 环保知识吸收快 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喔 那你学会了没 学会 如果你吸收的时候 你的水要开多大的水量 一根筷子啊 它答对了耶 要怎么按地球 不要乱丢垃圾 不要乱丢垃圾 要按地球 不要乱丢垃圾 爱地球很简单 手帕随身 节约资源 大爱新闻真上美职工 林素秋 吴威龙台北报道 气象少地 您告诉您 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增强 北部还有东北部天气转凉 而且在华南云语区东营的影响下 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 东半部 中部 南部山区 还有外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 接着就带您一起看 详细的天气数据 下午后 翻面 法刀 它是有什么好奇 的 颜色 有什么样 你们肯定 我重新的颜色 唇 以色列的动物福利团体 在日前进行了 国内规模最大的动物搬迁 为40多头动物跨国 找到新的家 感恩您收看这节新闻 祝您平安再会